超越南美境界,SDTL能量方塊突藥,健康從細胞開始 我的事務所,主持劉遠芬 在事務所的節目裡面,真的有很多不同的話題 星期四晚都有三個主題,來到我們中間的時間,就請我拍檔出來 這兩個星期都見到她,這位就是SDTL的執行董事 鄭敏惟,Juliana,Hello,Juliana,你好 你好,大家好 Juliana,很開心,有機會和你一起聊聊天 我經常說,維護健康,或者我們叫經營健康,有很多不同的手法 怎樣令自己好一點呢,這才是最重要的 在過去這兩個星期,我們有介紹一些比較天然成份的物質 例如橄欖的多酚成份 我看到有些朋友問,其實我們有時說,能量方塊是什麼來加 我覺得如果他們要了解多一點,就不如可以打電話熱線 自己去了解多一點,好嗎 但你也可以來聊聊,其實是什麼來的呢,我們所謂的能量方塊 其實在我們構思的名字的時候,沒有想那麼多 沒有想那麼多科幻 因為我們所有的產品都是由植物提取 其實植物,其實我們要說回中醫中藥 比如說,有五千年的歷史 其實我想中國人對於華人,對於植物方面 是很知道它有很大的效益 只不過很多時候,可能我們未用到一些提出手法 或者用到它分子提取的方法的時候 未必發揮到最好的效果 只不過我們在應用上,已經找到一些技術 令到一些植物,甚至多酚方面 可以發揮到更好的效果 其實我知道多酚本身有很多不同的植物質 裡面也有的 例如你說藍莓 有很多的一些橄欖 我知道你剛才說的問題就是你提出的方法 你怎樣用一個怎樣的方法去做 可能在技術上也有分別 當然,我覺得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很希望發掘多些不同的天然成分 原來對我們人都是很大的益處 那我們就認識多一點 不過我經常都覺得在我們皮膚方面 我們可能接觸這個環境 污染也好,有很多致敏的物質 諸如此類也有很多東西 令到我們皮膚有敏感的問題 但我們一定要了解多些 什麼叫皮膚敏感 我找到我的好朋友 這位曾經在星期六的時間 和我一起合作過的一位醫生 就是蘇文輝醫生 我就抓住他一年好幾集 就幫我介紹一下什麼叫濕疹 我就很想由皮膚病最多人說的 其中一件事就是濕疹開始 好,那我就聽聽蘇醫生怎樣說濕疹 好 蘇醫生,其實一年四個星期 我想抓住你和我聊聊天 說一下有關濕疹 因為濕疹我覺得是一件很煩的事 無論是中醫、西醫 其實都處理很多這些個案 為什麼濕疹這個問題是這麼難搞的 可不可以先介紹一下濕疹是什麼 對,其實很多人濕疹 這陣子又很潮濕 是不是我濕 天氣很濕 我就會出些疹呢 我想大部分聽眾都會覺得 不是,濕疹 又癢,又癢,又癢,有些水泡 很影響我 有些小朋友又有這些問題 有些主婦又整天隻手有事 有些可能是做戶外工作 或者那些地盤的工友 我又是那些地方有問題 在我們西醫來說 濕疹 有時一個相同的用詞 我們叫皮炎 或者皮膚炎 皮膚炎 對,皮膚炎是一個發炎 也有少數來說 會當皮炎、皮膚炎是比較急性 即發炎急性 然後有時濕疹 我們就當是長期去困擾你的 那一般大部分 這些濕疹濕疹 我們說 你會懷疑自己有濕疹 第一,一定是很癢 很癢 癢得忍不住去拗它 第二,我們就說 你的皮膚可能你都會看到它 有紅了 還有有時會出些 水脂 出些疹疹 疹的我們說是平的 我們有時可能凸起少少 幽疹狀 拱起了 也有些你說水脂 很微細的水泡 這些是 一般是我們所謂 懷疑 你會有濕疹的症狀 我很想問一下蘇醫生 其實剛才我開始不是說的 濕疹真的很困擾人 其實有很多人 一生人都是有濕疹的問題 其實我看見很多爸爸媽媽 如果最肉赤的就是寶寶階段 小時候 因為生到整身整臉都是 其實濕疹本身 跟我們的身體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這麼小的寶寶 他有沒有接觸到什麼 他都會有濕疹的 你說的也是很簡單 我們說濕疹 其實這個用詞是很籠統的 我們說了癢 紅 有些疹疹出來 都可能拱起 你說這個BB 很多時候是說 幾個月大 歲多就已經 整天要去看醫生 我又要拗又成 摺位 手教位 膝蓋後面 頸 耳後面 都癢癢 他睡不到 我們說 OK 分很多種濕疹 那你現在說這個 就是我們一般 中文我們叫做 異位性的皮炎 或者我們英文叫 Atopic Atopic Eczema 就是 特別在這些 部位的濕疹 那如果我們說 那不是還有很多 不同的濕疹嗎 那在西醫來說 我們都可以先討論一下 那些BB的 我們說這些叫做 異位性皮炎 很多有些主婦 接觸一些東西 觸碰一些東西 那些 那有些敏感 那我們說有些叫做 過敏性的皮炎 濕疹 就是有些敏感的東西 去影響它 那有些叫刺激性的 刺激性為什麼 就是說 直接 如果我有些酸性的東西 拿到我的皮膚裡 直接去刺激它 那有些叫刺激性的濕疹 過敏性的濕疹 那有些人說 我去染完髮 我那些頭皮 耳背 我也會這樣 那些就是過敏性 因為有些化學的東西 刺激了它 是的 如果我們再要分類多些 我們有時候又會說 是有些 譬如說年紀大些 它會有些糖尿症 或者是有些年紀大的人 或者是做很多體力勞動的人 它有些小腿的靜脈曲張 很多腳下面 就會好像特別那些小腿的位 變成是有特別痕 但我想問一下你 剛才你舉了一些很多不同類型的濕疹 但其實它們大家有沒有共通的原因 為何這些人會生這些濕疹 譬如你剛才說 有一些突如其來接觸性的 例如你說染髮 我明白 但為何有很多人 其實它都沒有什麼特別 實際上它已經有了 這是跟先天 我不知道西醫有沒有說先天 中醫經常都說先天不足 明白 我們好像又回頭 我們連續說了幾種 我們說 BB那些 我們一般叫做二位性皮炎 我們都叫濕疹 你還是捉回我 喂 阿B究竟有什麼原因 我說OK 我們又回頭 不如今集我們主要說 你看到一些照片 阿B很淒涼 臉珠燈 紅色 有些小水智 耳朵下面好像很痠 圍著嘴唇又滿了 我們說很多時候 原因來講 都是有些所謂遺傳性 有遺傳性 有遺傳性 很多時候我們說 有這個傾向 我們就會問回 喂 爸爸媽媽 以前你有沒有皮膚病 他就說 勾一下頭 好像沒有 又好像有 我又不是很記得 你做阿B的時候 你媽媽要不要整天抱你去看醫生 都不是很多 第二個問題 我們都可能問一下父母 那你們會不會 家裡也有人有鼻敏感 他又是勾一下頭 有些就說有 然後鼻敏感 也是一個敏感的因素 第三個我們說鼻敏感 我們通常會問他 你家裡有沒有人敏喘 敏喘的意思是 氣管敏感 通常這三樣東西 你會想到 氣管的敏感 我們說屬於敏喘那類 鼻的敏感 花粉症那些 然後皮膚的敏感 這三樣東西都好像 大家手牽手的 經常都會出現 連帶的關係 如果父母有鼻敏感 敏喘 或者很小時候 醫生說他經常都要去看咳 氣管特別敏感 那就有可能 他的阿B 或者他以後 還有些弟妹出生的 都會容易些 會有這些所謂 濕疹的情況 當然我和這位拍檔 抓住他 從知識的層面裏面 你一定要多給我們的聽眾 知道多些 原來濕疹本身 如果你從阿B開始發生的話 可能真的和你的敏感 可能是受著遺傳 你的體質是有關的 不過蘇醫生 接下來幾集 你都會跟我介紹 一些不同的濕疹的問題 還有有時候 我見到一些朋友 他可能是已經忘記了 他小時候有濕疹 但可能經過一次的事件之後 爆得很厲害 一直都處理得不好 我亦希望從不同的角度 了解濕疹在西醫的角度 如何處理 謝謝你 蘇醫生 好 別客氣 我的事務所 我的事務所 主持劉遠芬 好了 聽完蘇醫生說 直播室回到來 當然有我的好拍檔 這位是SDTL的執行董事 就是Joliana Joliana 其實剛才我們學會了 什麼叫濕疹的起步點 不過說真的 其實在香港 我自己也是濕疹的患者 如果你說濕疹的人 真的多到不得了 是的 最新的數字統計 好像每五個人就有一個 當然 我覺得這位朋友 你介紹給我 他不給我照片 我沒辦法想像 原來他也挺重要的 濕疹 我們認識他 他不是他最嚴重的仇 但這位朋友 他經常都會出外 我幾經辛苦 才能捉到他回到香港 我也聯絡了他很多次 這位是Kio Hello Kio 我是Kio 你好 Kio Joliana介紹給我認識時 說你是一個很厲害濕疹的人 其實那時候怎樣濕疹 因為我剛才看到你的照片 其實挺害怕的 你介意不介意我把你的照片丟上網 不介意 隨便 丟上我Facebook也好 隨便用 其實我很想問問你 其實為什麼這麼緊 因為自小的濕疹也很厲害 我由一出生已經是皮膚爛 所以我是濕疹病患者 小時候爛得好 頭爛得到腳 甚至乎打疫苗 中油斗那些 我會整身潰爛半年 一年才好 即是你一個很敏感的人 很敏感 我平時不可以化妝 用所有坊間的防曬 全部敏感 我會起到一塊塊 好像被蚊咬似的 即是好像那些 封爛 總之他會起東西 會腫 但我想問問你 其實當一個人慢慢成長的時候 理論上他的濕疹 可能和他共存 亦懂得控制他多些 是否應該是這樣 我是很幸運的 因為我從小到大 知道吃西藥幫不了我 我就已經用了很多很多 中醫的方法 不同的健康療法 我已經好了很多 飲食也要小心 然後到大約是我更年期的時間 我現年55歲 對不起 謝謝 在四年前 因為我住北京 在北京的時候 我有小小細菌感染 然後誘發了很嚴重 頭難到落腳的濕疹 然後由2015年到現在 他皮膚一直都很害怕 因為他有一個紀錄 真的很敏感 他是傻了 無論是腳 有時是背肌 有時是手 手就變了主腹手 但你剛才給我看的是主腹手 那不是 那是過敏後的潰難 但剛才看見到我上海 那次很恐怖 我想我大概 潰難的程度 到我全身有七成的皮膚 由頭到腳 頭皮也有的 但我看到你現在 你不說什麼 我是不會想你有任何濕細敏感 你保持得很好 我把我的手機照片 刪除了自己太害怕 那時候要給醫生看 因為我後期去看皮膚科 他都說 我的情況是很嚴重的 但他說 因為我們是南方人 住北京 原來是很容易有這樣的情況 我才放下一口氣 他都說 回來會好一點 回來就要治療 治療到很重 治療到很重 他又來過 你覺得放下一口氣 你覺得不只是大病 跟健康有關 對 肝燥 北京的濕度 有時是零幾度 回到香港是八九十 反差太嚴重 那你用過什麼方法 去處理這麼嚴重 在北京看過 出現這麼嚴重的事 然後你用什麼方法 其實我最後也是回來香港醫 最初用了吃中藥 然後又試過 最嚴重最嚴重的就是 北京供暖 開始供暖的時候 供暖氣 供暖氣 一供暖氣 整個人 我懷疑 室內是去到零 室外 室內 室內 室內的濕度 是去到零 超級乾燥 超級乾燥 洗衣服很棒 馬上乾燥 我心想 室內去到零 是我沒有辦法想像得到的 有幾度 有時候 很乾很乾 我們在說三四十度 我已經覺得很乾 然後回來 很嚴重之後 唯有回來 看醫生 吃中藥 最最糟糕的那次 就是整身潰爛 2015 但是到去年 去年 我因為家人老爺過身 我幫他收拾東西 整個手 又再翻 那次 我相信是外蜜 或者真是髒的東西 自問 我整個手 都起了全部蜜麻麻的水泡 當然 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有辦法和Kio聊很久 Jolene 但我們很幸運 Kio這幾個星期 都會來和我們一起聊聊 我覺得 有時候 為何我們介紹一些天然的成分 我知道 他最終都用很多天然的成分 去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當然是什麼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 其實我們可以開放熱線 就是1834204 如果就住有關 其實你想知道 Kio用什麼天然的成分 或者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當然 我們在過去這兩星期 都會說到 其實能量方塊 低低天然成分 是一個物質 還有一些多分成分 如果大家有興趣試一下 你會提供給他們試一下 是嗎 我們會收到大家的查詢 查詢的時候 我們會再跟我們聯絡 跟我們聊一下 是否適合使用 是 我們開放熱線 1834204 1834204 登記了朋友 會安排Joliana的同事 繼續跟進你 看看你是否真的有興趣 去了解他們的成分 會更多 還有是否適合你 要自己想不想了解一下 是 謝謝Kio 也謝謝Joliana 不要 我們下星期見 再見 拜拜 拜拜 熱線電話 都用得著 超越納米境界 SDTL能量方塊 即上SDTL.org 或者2603-6322 了解更多